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出路呢 相对于出路的就是走投无路 我们要透过一个圣经的人物叫做雅各 旧约的雅各 其实你看到有关雅各的记载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 非常聪明 而且也很认真 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他很认真的去逐梦踏实 他不断的想要去抓那个 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所想要的 这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人 聪明 认真 努力 抓抓抓 可是怎么会把自己搞到 好像真的是我们华人喜欢讲的那句话说 这个人走投无路了 他的人生为什么会走到走投无路呢 他跟哥哥斗法 抓抓抓 本来属于哥哥东西被他抢过来了 他的人生用他自己的方法 抢到 抓到 得到很多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每一次得到了 后来真的好像海边的沙一样 你抓了一大把沙 可是手一摊开来全部流失掉 白忙一场 为什么他会把自己的人生逼到一个角落里面 好像没有路了呢 我在预备这一次的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些感动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真是觉得 在雅各的身上你好像看到一面镜子 你也不断地抓抓抓 你也觉得我很聪明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很认真 我很努力地去抓 可是为什么我会把我的人生 走到好像没有路了一样呢 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回到神的面前 雅各的一生 我们说他是个聪明的人 可是圣经上里面讲到一句话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有聪明没有什么不好 聪明是上帝给的 有的人智商就是特别高 然后你有很多很好的经历 你也很努力 所以你的经历资历学历各方面 使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聪明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那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两个字叫做 依靠 他说我依靠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比别人聪明 所以我靠自己的聪明 到最后真的就会变成自作聪明 以为自己很聪明 我靠自己的聪明 最后白忙一场 试试看 回到神的面前来 不要走雅各的路 不要只是靠自己的手拼命地抓 不要只是倚靠自己的聪明 回到神的面前来 以赖神 我为你祷告 主啊 我为今天 很特别看到这一集 恩典365的许多好朋友 我们来祷告 如果他们正像雅各当年一样 走投无路 觉得自己很聪明 也很认真 也很努力 可是我怎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呢 我相信你带他们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不只是要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 你要给他的人生有一个出路 在基督里的出路 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命求 阿们